全球连线行动 全球发声 艺术是全方位的相守 定于8月7日 2021第四届 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 隆重举行的开幕式 在美国表演艺术剧院 圣地马斯 用舞台艺术形式 弘扬新时代伟大的抗疫精神 以复演首场演出 向所有抗疫英雄致敬 音乐会演出节目 共分为三大篇章 最美逆行 致敬英雄春暖花开 分别由主题朗诵 音乐演奏 歌曲演唱 戏曲表演 诸形式构成 以此作为致敬 抗疫英雄的主题音乐会 引领观众沉浸在 全体洛杉矶市民 全体抗疫 那特别难忘的时刻 在众多类型节目的综合演绎中 艺术家们以其精湛的真情表达 让观众沉浸在美妙的舞台艺术中 与此同时 一同深深感受到 全球民众在抗疫期间表现出的勇于担当 勇于奉献的使命精神 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 尊重规律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命运已共 共课时间的天下精神 嗨 我是Los Angeles County Supervisor Catherine Barber 谢谢你 请我参加你 去奉献 2021 U.S. Legacy Cup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我感谢George Lee Murano Cultural Performances 和Sino-U.S. Chinese Musicians Association 为主持人的计划 这些超级的节目 每年 这个节目还在 中文化中文化 与国有关的 词与计划 之间 很漂亮的 预压 藏和文化 美专利 野兰 Catherine 是十分梁 是一个 剧院的 为了小青督 我们也在为人们 在全世界上 大人 工作和 在兰赛 高约 在跟兴 10多亿 加上 Thank you for all the joy and inspiration you've fostered 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May this be your best festival yet I look forward to your continued succes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音乐会特邀曾参加一线抗议的洛杉矶郡政府的政府公务员 当代最可爱的人 一线医护人员 警察局的警务人员 洛杉矶消防总队的灭火英雄及家人 共千余人一同前来观赏演出 洛杉矶郡郡长凯瑟琳·巴格 公共卫生局长巴巴拉·费勒 洛杉矶郡警察局局长等政府要员 在演出当晚将上台致辞 2021第四届美国传承内国技艺术节 线上卸下双轨车间 海内外艺术家程谢热金 这是一台更加精彩的镶首 十四个国家 十台演出 还有俗话 戏曲 音乐 舞蹈 这是让传承者闪闪八方的平台 8月7号至8月21号 我们不季不赛 天使之城 中华传承 本场音乐会总导演索菲总监明确表示 剧场的重新归来 无疑将重燃广大市民的生活热情 为洛杉矶经济复苏注入宝贵的满满正能量 也是市民生活全面回归正常秩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标志 表达了一种鲜明的立场 以前正常生活所拥有的一切都要一个不少的归来 这场特殊时期的演出 是在诸多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来之不易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珍惜这个好不容易迎来的日子 能够和抗议英雄一起观看复演首场演出 感觉比以往观演都要有意义 心情显得特别复杂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总裁李英先生高度赞颂演出节目 如此这番用心用情的演出一定精彩动人 尤其是看到大屏幕上播放抗议期间的视频片段 大家对过往的经历清晰如昨 自然感叹无比 又将时光拉回了那段全民抗议的特殊坚守的日子 非常庆幸的是 随着剧场线下的赋演逐步全面展开 人们的生活也在逐渐回归正常 我们异常期待着 我们的生活也在逐渐中 美美会时尚养生会所全是美丽智慧的生活理念 倡导优质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您人生美美 心情美美 丽人丽兮 美美会兮 Change is coming 丽智在天成 魅力在美美 丽人丽兮 美美会兮 丽人丽兮 美美会兮 丽人丽兰